他的表情很無奈的樣子 我見到他的表情 我整個心都寒了 肥佬就馬上說了 三叔, 怎樣? 又不得救啊? 這位三叔呢 嘆了一口氣就說了 他不是被一隻鬼監視 而是白鬼前身 救不到 不是吧? 啊? 白鬼前身? 唉 我整個人就立刻定了 這個這樣的名詞 令到我很害怕 一隻鬼都不夠, 要白鬼? 這個時候肥佬就繼續問 不是吧? 三叔, 這麼大劑嗎? 有沒有其他辦法? 辦法就不是說沒有的 三叔這句說話呢 就令到我有一種柳暗花明又一川的感覺 好像自知死地而後生一樣 我馬上就說了 三叔, 有什麼辦法? 你跟我說啊 只要救到我 我什麼肯做的, 我什麼肯制的 這個辦法就是 借命 借命? 什麼是借命啊? 要怎麼借的? 怎麼借的你就不用管了 我有我的方法 不過如果是用借命這個方法的話 你就最多只可以用十年 十年一個 也都難逃一死 啊? 不是吧? 借了也只有十年命啊? 唉 聽到這個消息的我呢 好像整個人跌到兵窟裡面一樣 那種寒意是從心底裡犯出來的 不過 按照他們的說法 如果不借命的話 很有可能 我連十天都堅持不了 因為 百鬼前身啊 誰知道他們會什麼時候來找我 即是無論如何 我都要做個短命種 差了十天還是十年 三叔看著我又繼續說了 怎樣? 考慮清楚了沒有? 願不願意借命啊? 我苦笑著回答我說 那現在 都不都我說 不願意了是不是? 肥佬見到我的表情呢 又怕怕我肩膀安慰我 他說 放心啊 過了這關先 過了這關呢 我一定會追回你的命回來的 無論肥佬有沒有這樣的本事也好 這個時候我都很感激 他至少真的當我是朋友 和我說這樣的說話 我也領他這個情 然後肥佬的三叔 見我答應了 也都摁了摁頭 他叫我寫個生神八字給他 我把生神八字呢 寫在本寶上面 遞了過去 奇怪的是 三叔看著我的生神八字 在那裡發牛鬥 他看了一陣 才跟我說 好了 跟我來吧 我跟著三叔站起來 肥佬也打算跟上去的 但是三叔就跟肥佬說 叫他留在這裡 只是讓我一個人跟著他 肥佬也餓了一聲 然後就示意我 放心 我三叔不會害你的這樣 然後呢 就坐下了 我就跟著三叔後邊一路走 三叔帶我出了這間屋 然後就跟我說 你一會兒一定要記住 我說什麼 你就答應 千萬不要亂說話 要不然 因為我和你都會受傷的 我咬一咬頭 跟著三叔呢 走了二十幾三十分鐘 突然之間 三叔就停下了 我望向前面 發現原來我們已經來到山腳 三叔就叫我 在原地等他 千萬不要亂走 然後呢 他就一直向前走過去 看到三叔離開了 我就看著他離開的方向 不過越看 我就愈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好像有些什麼 在那邊看著我 看著我好心驚 整個人呢 微微打冷震 我要出行力 才能夠把自己的目光 從那裡 從那個地方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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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種感覺 才慢慢消失 然後我等到三叔呢 等了他一會兒 我才看見三叔呢 慢慢從左邊的山頭 走出來 然後跟我說 要我跟他繼續走 我正想問那位三叔 他剛剛去哪兒 但三叔呢 就孝了一聲 試我不要說話,跟著他走 走走走我就發現,不是吧 為什麼走過的地方,跟我剛才看到的前面的路是一模一樣的呢? 我們走的山路是很窄的 只能夠一個人走,兩個人並排走已經不行了 這條路是由兩邊的山迫在一起形成的 看起來就很古怪,越走就有一種陰冷的感覺 令我很惶恐 我最終忍不住問三叔,我說 三叔,我們要去哪裡? 三叔就沒有轉頭,現在跟我說 一直向前走,不要轉頭 我唯有跟著他繼續走 走著走著,我又發現了另一件很奇怪的事 首先,三叔在前面,賣開的每一步 距離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另外,他的影子慢慢慢慢消失了 喂,人又怎會沒有影? 我忍不住,看一看自己的腳底 不望由自可,一望又更嚇一跳 在我腳底,居然多了另一個影出來 肥佬曾經跟我說過 因為有鬼看中了我,所以才會多一個影出來 是鬼對我做的標記 現在我跟三叔在一起 三叔就沒有了影 而我又多了一個影出來 那會不會是三叔的影走到我這裏呢? 我越想,就越有一種全身都麻木冰冷的感覺 好像整個人跌到冰冷的海底一樣 由愛到內的那種寒意,令到我牙關打震 三叔的影走到我腳底? 我真的很想馬上掉頭走 但是,我醒來三叔之前跟我說 要我千萬不要轉頭 而且,到這個時候 也唯有他所說的補命之法 可以救回我的命的 所以,我一路怕 一路還是繼續向前走 既然不敢望向後面 也不敢開口跟三叔說些什麼 終於,我用了很久很久 才跟著三叔,走出這條路 如果那天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打死都不願意再走這條路 走出來之後 我又忍不住再看一看自己的腳底 果然,只有兩個影 即是我自己的影 以及那些鬼在我身上留下的那個影的標記 而三叔的影 回到他的腳底了 我鼓起勇氣,開始問三叔 三叔,我剛才看到你的影好像走到我這裏 是真的不是啊? 三叔就回答我了 呵呵呵 你知不知道 剛才我們走的那條路 是什麼路啊? 喏 三叔的聲音 和我剛才看到他那時候就變了 變得更加沒有中氣 但是,有一些尖銳的聲音 在中間凸了出來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還有 我們剛剛走的這條路 究竟是什麼路呢? 我們下集再說 我們下集再說 第76集 王泉路上 上次說到 三叔帶著我 走完那條路之後 他就問我 你知不知道我們剛才走的是什麼路啊? 喏 三叔的聲音 變得有點沙啞 而且呢 聽到很耐耳 好像是一些貓爪猛的 在地上的感覺 我另一另頭說不知道 三叔就繼續說 他說 你剛才走的是 黃泉路 陰間有黃泉路 陽間也有 陽間也有 你剛才 算是死了一次啦 三叔的說話 嚇到我整個人都頂了 我本能想轉頭 看一看身後那條所謂的黃泉路 不過幸好 我還忍得住 因為 我記得三叔說過 要一直向前走 不要轉頭 三叔說的話 雖然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但是 我並沒有不相信 因為剛才走過這條路 真的太過詭異 太過陰森 但是最令我震驚的是 三叔說 我已經死過一次了 我立即倒下頭 看一看自己雙手 又捏一捏自己的臉 沒有任何問題 是呀 但是三叔口中 我就已經死過一次了 我立即就問 那 那怎麼辦 我不會 真的死的 是吧 放心 我答應了肥仔 我就會救你 你知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帶你走這條黃泉路 我另一另頭 視以自己不知道 三叔就繼續說 他說 之所以我會帶你走黃泉路 就是因為黃泉路 是死人去投胎的路 像你這樣 被那些惡鬼 勵鬼 糾纏著的人 只能夠走這條路 因為 那些惡鬼 勵鬼 都是不願意投胎的 自然就不會和你一起走上這條黃泉路 三叔的說話聽起來有幾分道理 但是有一點 現在我腳下邊 還有另一個影子在這裏 走完黃泉路之後 似乎並沒有用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三叔看到我很擔心地看著自己腳下邊 他似乎看穿了我想什麼 就說 你放心 我繼續問他 三叔 那之後怎麼辦 怎麼弄走這影子 放心 接下來就交給我 三叔說完這句說話之後 就放下自己的背包 然後在裏面 拿一張紙 拿一把剪刀出來 開始剪啊剪 原本我不知道三叔在做什麼 不過我看著看著就清楚了 原來是三叔在紮紙入 他用了將近一個小時 把紙紙紙紙紙好 輕輕地放了一下 然後放在地上 就這樣看上去 這個紙紙的樣子 是我的樣子 但是 三叔就並沒有幫這個紙紙畫上兩隻眼珠 我就很奇怪 於是就問三叔 三叔 為什麼不幫他畫兩隻眼呢 年輕人 這兩隻眼珠不可以畫 如果畫上去的話 那這個紙紙 就會變成真人 老祖中傳下來的東西 畫龍點睛 你應該有聽說過 之所以 人家畫一條龍之後 不畫他兩隻眼 都是怕他變成真的 有時候老祖中傳下來的道理 你一定要聽 我看著這個紙人 看了一會兒 就覺得全身不聚在 雖然他沒有畫上兩隻眼 但是 我似乎感覺到 這個紙人 一直看著我一樣 就是這個時候 三叔就叫我 把自己的生神八字 寫在紙人上面 好死不死我沒有帶筆出來 三叔就說不要緊 咬穿自己的宗子 用宗子血寫上去 哎呀 痛到我 寫完生神八字之後 我把紙人交給三叔 三叔 就把紙人 炸在石頭下面 然後對著石頭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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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說什麼 好像是說一些咒語 但是 咒語的內容 我完全聽不清楚 另外三叔 又點著幾支蠟燭 又把衣紙燒了 然後炸在石頭下面 跟著 他都戒穿自己的手指 把血滴在石頭上面 所有事情都做完之後 三叔就引我過去 叫我跪在紙人面前 說一聲 我願意 我唯有照三叔的說話做 就躲在紙人面前說一聲 我願意 但是誰知道我一說完這三個字之後 我整個身 凍了一下 好像一桶冰水 兜頭淋下來一樣 跟著 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就由我身體的四肢八核當中 一直湧出來 三叔就叫我站起來 跟我說 已經搞定了 嘩 認真快手 之前在我腦海當中 曾經想像過 三叔要用很多的儀式 符咒 去幫我所謂的借命 原來這麼簡單 嘩 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就有點不相信 敢再問三叔 三叔就握一握手 說 行的了 放心 沒問題 我倒下 我倒下頭 看一看自己的腳下 是呀 多出來的影已經不見了 現在我腳下 只有一個影 那我連續 向三叔千多謝 萬唔該 三叔就笑淫淫地看著我說 嘿嘿嘿 你是肥仔的朋友 我沒可能不幫的 這裡不安全的 我們還是快點走呢 嘩 聽到三叔這樣說 我立刻跟著他 有那麼快時就走那麼快 說起有期 我們是沿路返回的 但當我 再走上那條所謂的陽奸的黃泉路的時候 之前那種 很奇怪 那種由頭凍到下腳的感覺 就沒有再出現了 我原師心裏面就覺得有些怪的 後來想一想 可能是因為 自己身上 纏著的那些 惡鬼 勵鬼 還有什麼小鬼 冤死鬼 已經沒有趕走了 所以就不會覺得全身不聚財 就在這個時候 我又見到三叔 整個人又起了變化 現在的三叔 臉色紅潤 腳步輕快 好像年輕了很多 不過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下山之後 離遠又見到肥佬在那裡等我 他撲上來 兜著我走了一圈 又看一看我腳下 見到多出來的影消失了之後 他就拍一拍我 跟我說 怎麼樣 說了沒事的 我都很感激肥佬 跟他說了幾聲多謝 跟著呢 就要肥佬帶我走 因為老實說 還有很多事等著我們去辦 我原本想著拿些錢出來多謝三叔 但是三叔耍手兼領頭 是不肯要我的錢 推遲了幾次之後 那也算了 因為老實說 錢對於他們這些高人來說 的確 不是有太大的幫助 肥佬帶我走出這座山 走了很久 才讓他找到的士 我們坐上去 上了的士之後 我問肥佬 我說 好了 搞定了 那下一步我們應該去哪 去哪 回市區先 大哥 我份工呢 不可以請太多假的 已經被領導炸營了 我就很奇怪地說 喂 不是吧 現在回去 那那個什麼程老三 我們不查了 查什麼啊 有時間再查 沒了份工 你養我啊 一說到養這個字 我就不出聲了 你這個肥佬 我養自己都沒養成 還說養你 於是我們兩個就一路無話 一直回到市區 我就在想 唉 搞了那麼久 終於又撿回自己的命 但是呢 就只剩下十年 唉 想起來 都不知道是開心好啊 還是傷心好 在一部的士上 在一部的士上 俯了一陣 等醒醒的時候 已經回到賓館 我去叫醒雪兒 然後呢 在遠城那裡 買了回市區的車票 坐車回到市區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趕回自己的面具店 但是當我一回去才發現 在面具店外邊 圍著很多人 而且還有幾部警車停在那裡 究竟面具店裡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下集再說 第七十七集 舅舅自殺 上次說到 我和肥佬回到市區 一回去 我馬上回到自己的面具店 但是 去到面具店 我發現 面具店外邊 圍著很多人 還有幾部警車 我又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馬上走過去看 都還未進去 已經有人攔住我 我又解釋 說我是這家面具店的主人 那些警察才放我進去 一進去我就發現 一個人 躺在地上 有一幅白布蓋住了他 在下面 還有很多鮮血 嚇到我整個人都沒有 因為 雖然白布蓋住了這個人 但是 由他的身形來看 正一正是我舅舅 我慢慢慢慢走過去 想揭開白布看一看 我走過去的時候 那些警察又攔住了我 我就說 我是這家面具店的主人 那個 那個可能是我舅舅 你幫我看看 然後有人 幫我揭開了一塊白布 我一看 整個人的腳都軟了 拍一聲 踏在地上 面前這個人 是穿著舅舅的衣服 身形 也跟舅舅類似 但是 他的樣子 我完全看不清楚 為什麼 因為他的臉 同樣被人割了 臉上鮮血淋你 胸口 就有一把匕首插著 舅舅死狀的恐怖 令到我一句話都說不出 就在這個時候 一個警官打扮的人 走過來跟我說 他問我 你就是死者的家屬 我想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死者生前 有沒有跟誰結怨 我立刻回答 我說 那個 應該是我的舅舅 他從來沒有跟別人結怨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他為什麼會死掉 是不是誰殺了他 你們查到什麼 警官 警官 就不方不亡地跟我說 他說 你冷靜一點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 你舅舅其實是屬於自殺 因為我們在現場 找不到他殺的痕跡 或者其他證據 而且我們都問過隔壁論社 他們說 根本沒有人來過你的面具店 而路邊監控的敵都查過 沒有見到任何可疑的人 警官的這番說話 我真的不相信 我很清楚 舅舅不是一個會自殺的人 更何況 死了的這個人 臉皮是被人割了去的 跟之前老老的情況類似 一想到這裏 我心裡打了個突襪 難道又是那個面具作怪 究竟是誰利用那個面具去殺人 我現在完全沒有頭緒 我想也想不到 是什麼人 會對舅舅下手 然後警官又問了我很多事 但我整個人都吐了 我只懂得另頭 說我不知道 雖然之前 我也都懷疑過舅舅 他為什麼要害我 而且呢 肥佬他所說 說舅舅不是人 我不是沒有懷疑過 但現在隨著舅舅的死亡 所有的懷疑都完全消失了 我蹦在地上 兩眼無神地 看著那具屍體 前幾天還生長在地上 但現在已經死了 而且還有一種直覺 我覺得 胸口上插著的那把匕首 並不是舅舅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原因 應該是那個面具 那個會割掉人的面皮 過了一會 才慢慢回過神 無論之前舅父有沒有騙我 都已經不重要了 現在他已經死了 我走出門口 打電話給琴武 但是當電話接通的那一刻 我又覺得很奇怪 我把整件事告訴琴武 但是 電話那邊的口氣 很平淡 很冷漠 好像完全事不關己一樣 好像接我電話的這個女人 並不是舅父的老婆 並不是我的琴武一樣 我收了線之後 我就看到警察 將舅父的屍體抬走了 有個警察就叫我回警告落口供 忘完所有事情之後 已經是七點多鐘 我回到面具店 看著舅父下午睡在那裡的那個地方 一句話都說不出 我只是覺得心 拿著拿著 舅父死了 他惡名其妙地就死了 而更加詭異的就是 那些人說他 是自殺死的 我絕對沒有法子想像舅父自殺的情境 如果真是有人害舅父 如果真是那個拿著面具的人殺了他的話 那麼那個人下一個目標 應該就是我 我身邊的人 一個一個死亡 由老老 到舅父 他們的死亡原因 都被人斷定是自殺 而同樣的重一點 就是他們的臉 都被人割走了 那究竟 是甚麼人有那麼神不知鬼不覺的本事呢 那個究竟是人 還是鬼呢 我想了很久 有人拍一拍我肩膀 我轉頭一看 原來是肥佬 說回來 肥佬也算不說得了 回來之前還猛地說 自己這份工分分鐘保不住了 請了很多日假了 但是 回來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肥佬從來都沒有離開過 一直跟著我 你的朋友都認真不說得了 他就跟我說 他說 不是呀 你舅父不同 我不明白他所說的不同是甚麼意思 立即追問他 肥佬繼續說 我知道 你把你舅父的死 和肥佬的死 聯繫在一起 但是 你舅父呢 是被人用匕首加在胸口殺死的 老柳呢 是被人用聖勒死的 殺人的方式不同 面呢 都被人割走了 但是 你舅父的臉 有點圓 聽到肥佬這樣說 我立即整個彈起了 等等 你說甚麼 但是 我舅父是國字口臉 怎麼會是圓面 這不是奇怪的地方 但是死的那個 的確確是你舅父 為什麼他的臉 會由國字口臉 變成了圓面 不過你別想那麼多 所有事都要調查我才知道 其實我都很好奇 為什麼你舅父會突然死了 要知道 他根本不會死的 因為他根本就不是人 肥佬說來講他還是這一句 我舅父 不是人 但是這個時候我已經無法再跟他糾纏了 亦都不想再跟他爭辯 我舅父究竟是不是人 已經不再重要 如果我舅父真是鬼的話 他又何必再死多一次呢 我就拼一拼手 蹲下頭 跟肥佬示意 我實在沒有精力 亦都沒有心情再跟他扯皮下去 肥佬看到我這樣的情況 亦都再拍一拍我肩膀 跟著就走了 我一直坐在地下 不斷地去想這件事 我實在沒有辦法接受 我舅父 怎會不明不白就死了呢 我決心一定要查清楚這件事 至少查清楚 究竟 是人殺人 還是鬼殺人 但是單靠我一個人 怎麼查 我第一時間就想起了默兒 老實說 這件事我並不想肥佬插腳進來 因為肥佬跟我舅父一直都是對立的 他不斷地說我舅父不是人 所以我並不打算 讓肥佬參與這件事 只你說跟警察說 就更加不可能 跟他們說是有鬼殺人 我想人家是當我瘋狂來辦的 所以想來想去 就唯有去找默兒 我就立即打通了默兒的電話 在電話裡 我把整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他 默兒就跟我說 要我在面具店等他 我等了 默兒來得很快 不用二十分鐘就已經到了 他一進來 看一看我 又看著地下 就立即皺起眉頭 我又不敢打擾他 就讓他看 他看了很久 才跟我說 你判斷得沒錯 你舅父 的確不是自殺 很有可能 是被人下股 默然判斷我舅父被人下股的原因是什麼 又是什麼人向我舅父下股 弄死了他 我們下集再說 第七十八集 吳宮獨鼓 上次說到 我把所有的事 告訴了給默然之 他很快就來到我面具店 觀察過情況之後 他跟我說 他說我舅父可能不是自殺 而是被人下股 老實說 下股這個名詞 我是聽說過的 據說 在苗族的人 懂得下股 但是 懂得下股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而且舅父又沒有跟別人結怨 為什麼會有人下股呢 這個時候默然又跟我說 你現在說不清 不如你帶我去看看你舅父的屍體 我紋入頭 跟默然打的 直奔臉房 去到臉房 我跟保安說清楚我們的身份 跟著 保安就帶我們 去到裝著舅父屍體的冰櫃那裏 默然叫我打開冰櫃之後 他不知道在哪裏 拿了眼針出來 然後 趁沒有人注意 他用眼針 輕輕地 進入了舅父的屍體那裏 一刺完沒多久 在舅父屍體的嘴裡頭 慢慢地爬出了一條 有手指公那麼大條的白竹 看到我都覺得很噁心 但是默然 看得居然很入神 我知道 他看的不單是那條白竹 而且還有舅父 被人割走了的那一塊臉 我輕輕地撞一撞默然 我說 怎麼樣 還有沒有什麼發現 默然 默然就說了 殺死你舅父的 不是胸口上的那一刀 而是蜈蚣鼓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你舅父的肚 已經被蜈蚣吃得空了 老實說 殺我舅父的並不是那一刀 這一點我早就猜到了 但是 默然所說的那些什麼蜈蚣鼓 我真的聽都沒聽過 這個時候默然 伸了手 慢慢地打開手掌 我看到 有一條白竹 在他手上爬來爬去 但是又沒有咬到默然 只是不斷地爬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繼續問默然 你說 我舅父的肚 被白竹吃得空了 什麼意思 默然就一手 按下了我舅父屍體的肚子 奇怪的事就發生了 我舅父屍體的肚子 就像一個流了氣的氣球一樣 一按 就凹凸進去 再也穿不回你身 而且肋骨都露出來 很明顯 已經是皮包骨的狀態 默然繼續說 你現在明白 你舅父體內的五臟六虎 已經被蠻蠻吃光了 如果用刀 輕輕地割開他 可能 那些黑色的龍水就會流出來 那竹可以證明我舅父不是自殺的 一個人就算想自殺 也不會用那麼噁心的方法來拿自己的命 我越想越生氣 就在這個時候 我又見到麥然手上的那條白竹 在爬來爬去 真的看得到作嘔 那我拿起麥然的手 打算幫他把那條白竹放在地上然後踩死他 但是 我手一碰到麥然的手 那條白竹 在麥然手上 發瘋地 爬過來我雙手那裏 好似想鑽入我身體裏面一樣 嚇到我整個彈開 就在這個時候 麥然一拼手 那條白竹就掉到地上 這樣才沒有爬到我身上 我就抬高腳 想一腳踩死他 但是麥然 就按住了我 不讓我踩死那條白竹 而是拿了玻璃瓶出來 一裝 把白竹裝回到瓶裡頭 跟著就塞上瓶蓋就說 不殺得他 如果你想知道 是誰害你舅舅的 那這條白竹 就是唯一的線索 而且根據我的推測 其實那個人 並不是想殺你舅舅的 而是想殺你 什麽 殺我 沒錯 那個人的目標其實是你 如果不是這條白竹 不會見到你就這麽兇殘 應該是那個人 想對你落鼓 但是 你又不在家 你舅舅在家 那他就誤中父居了 默然真的一言驚醒夢中人 是啊 舅舅這次死得真是冤枉 殺他那個人 原本應該是想殺我的 他沒有想到我不在面具店 而舅舅這段時間 又站在我那裏 所以才殺錯了舅舅 這個時候 默然又問 你告訴我 為何你要離去面具店 是誰叫你走的 沒有人叫我走 我當時 想去老樓的鄉下 看看老樓 默然聽了之後 就嗚了一聲 好像有點意外 我問默然為什麼 默然又說 我原本還以為 是那個肥佬 叫你和他一起去的 我就深呼吸了一口氣 把真假肥佬的事 把老樓的死 和那個奇奇怪怪的情老三 把所有事 都告訴默然 默然聽完之後 他想了很久 之後再慢慢跟我說 這個肥佬有問題 如果你是相信我的話 以後最好 不要跟他那麼接近 不單止默然說 這個肥佬有問題 舅舅也說這個肥佬有問題 但是 肥佬剛剛才跟他三叔一起 救回我的命 他沒有理由想害我的 如果想害我的話 他不救我就行了 我身邊的這幾個人 一時就這個說那個有問題 一時又那個說這個不是人 我都被他們搞到亂了 可能默然看到我的表情 不是很相信 他就繼續說 你一定要相信我 肥佬這個人沒有那麼簡單 你想想 你身邊的人 老樓死了 舅舅也死了 但是這個肥佬 就好地地 還在這裏 如果真的要按照順序來計的話 第一個死的人 應該是肥佬才是 為什麼他到現在都沒事 我跟著就問 不是呀 為什麼第一個死的人 應該是肥佬呢 因為這三個人當中 他最不簡單 默然說到這樣 我沒有說話好說 事實上 他們這群有道行的人 我完全分不清 誰的本事大一點 誰的本事小一點 我只知道 最沒有本事的就是我 這個時候默然又說 好了 你不要想那麼多了 明天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我幫你去查一查 究竟是誰殺了你的舅舅 而且他還想殺你 林默然答應了幫我去查 我也算是放下了心頭大石 於是 我回到面具店 回去之後 我覺得很累 但又不想睡 於是躺在床上 閉目養神血色 但是說起來又奇怪 雪兒又不知去了哪裏 但這個時候 我也沒有心情在理那麼多 蒙蒙鬆鬆的 我就睡了過去 在我睡著覺的時候 突然之間 有些很古怪的 傑傑 傑傑 傑傑的聲音 傳到我耳朵 把我吵醒了 那我蒙鬆著眼 向聲音發過來的地方 看過去 我就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畫面 一個全身都穿著白色衣服的男人 蹦在地上 雙手 我都不想找我 這就是 不 block 劉傑 的 IP 的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